高原音的词醉 EK 这里 A 是低原音 你添加的是低原音词醉的OK LIPPAK YAROK 你就不可能说成是 LIPPAK YARAK 刚才我不说了吗 小阿里人讲话都懒得 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嘴巴托人家张开 LIPPAK YAROK 哦 第二个 LIPPAK YAR 你走 你去 你行走 这里边呢是加的S 他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第三人称的单数 LIPP YAR 通常呢 都是一个动词的原型 就是他去他走 到了我们的时候 第一人称的附属 LIPPAK 哦 YARUNK 你会感觉到区别了 为什么 这里边我们加的词堆是 YUNK 哦 YUNK A YUNK A YUNK 看到了没有 高原音了 到了 YARUNK A U A U 感觉到没有 你不可能说是人为的 把这个单词 本身是由高原音组成的 你给我加上一个第一原音的词堆 错误的 这是第一人称的单数 第二人称的附属 看一下 LIPPAK YARUNK 你们走 你们去 LIPPAK 添加的是DECK 高原音 高原音 YAR YARUNK A O 低原音 高低原音必须要和谐呀 第三人称的附属 LIPPAK LIPPAK O A NEC YARUNK A O 这就是胸语当中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高原音 低原音 原原音 变原音的道理呀 你如果不把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规律说 找出来一个单词 你就告诉我 啊 是什么字母 假如你要是变革的时候 你会永远去考虑 这后边应该是什么来着 把这些规则都记一遍 脑子里边重新过一遍 之后你才找出一个相应的 用不着握 只要你把这个 长短高低原扁中 记到脑子里边 张嘴就来 时间长得养成一个习惯了 大家都说 胸语不好学 胸语你学不好的原音 你没有把这个八加六跟十加四给我备注啊 回家之后大家伙的主要任务就是 八加六等于十四 十加四还是等于十四 什么是八加六 八六十四 没了 你如果能把胸语的十四个原音字母 掌握在脑子里边 任何时候你拿出来一个原音字母 马上的告诉我 不加思索的告诉我 长短高低原扁中 胸语出局已经过关了 就这么容易 就这么容易 OK 感谢大家的听课